我愿是满山的杜鹃 只为一次武汉的春天 我愿是烦心 舍给一个夏天的夜晚 我愿是千万条江河 流向唯一的海洋 高声念出蒋勋老师的文学作品 愿台北市长蒋王安与三位作家接力朗读 象征2023年台北文学祭即将展开 这项由台北市文化局举办的活动 在台北市文学基地 冀州安文学森林举办起跑记者会 以同城之人文学与共为主题 透过春日市集作家讲座 走读活动文学特展 试图好书展及文学月银展等系列活动 邀请国人共读共学共生 在这样一个可以共享城市资源 有时候我们要携手共渡难关的一个城市里 我们的关系其实是生命的共同体 这一次我们以共读共写共生三个主题来贯穿整个文学的核心 我们希望市民的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感受到 共自的一个温暖和力量 台北市长讲座安强调在疫情趋缓下 希望借由台北文学祭活动 邀请大家接近文学 并感受台湾文学重镇 及华语文学枢纽台北市的文学魅力 其实每一年到了春暖花开三月到六月的时候 就是台北非常重要的文学节庆 那其实这一次我们策划的主题 就是同城之人文学与共 因为过去因为疫情 其实人员之间减少了社交 但是相信在疫情趋缓之际 我们透过这一次文学区各项的活动 能够让大家贴近我们的文学 然后让大家徜徉在悠然的文学意境当中 台北一直以来 是我们台湾文学的重镇 而季中安文学森林 更是台北非常重要的文学基地 然后这一次 我们的文学季开跑记者会 在这里举办 非常有意义 那也很希望 在大家共同努力之下 让台北成为华语文学的重要枢纽 也让文学深入到台北的每一个角落 主办的台北市文化局方面表示 2023年台北文学季 从3月4号正式起跑 邀请热爱文学的民众 到台北市来一趟文学旅行 体验文学的好及文学的美 感受语言文字及影像 所带来丰富多元的文化饗宴 记者张其腾台北报导 请热爱文学大学 How are you? Ahhh